来烟台必吃的小吃 灌姜堡 是灌姜不是灌汤 北方可能很少见 但是对于报游区来说 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道美食 哇 排队啊 好多人啊 这个是什么县的 1块8一个 我们有7个人 21个 可能不开购吧 我还点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没有了 只有放姜包 来吃正常是8到10个 一个人8到10个是吧 对 46个左右 67 42 来 50个吧 50个 啊 一次带走还是等着吃 就在这吃 其他的这些都没有了吗 都没有 我卖完了 这才11点吧 早晨 房间都来吃烫 来来来 90 我想你 请吃烫 20分钟以上 先找您做 听着叫 上菜楼 哦 就是这样的 大包子 里面应该是带卤吃的 现包现真的 104 105 105 我们145 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105 11点26下了单 现在12点01分 前面还要排几十个号 旁边买的那些大羊肉串 尝尝尝 段银一串 15一串 哇 来 125哈 好 我原先告你1600还得1800 你咋了 你只为多少个面 1900个面出来了是吧 再多100 那你也入200 最多200哈 136来 啥 整整等了一个小时 145哈 145哈 来145 好稍等一下哈 下一锅给你剪 等一会儿哈 50个 来144 35个 30了 35个两盘 我们估计50个要三盘 不一定得四盘 四盘 两盘是31还15个 来来来 你拿过去 人多还是有好处的 来50个包子 这个哥呢 欠你6个 还欠你6个包子 欠6个啊 6个 好 好好 来来来吃吃吃 看人多 刚刚遇到一个南京的朋友 他说你应该10点钟过来点 然后去外面玩一个小时 然后再过来吃 正好 来了 还差我们6个 在北方这样的包子可能很少见 但是在包邮区应该是精神能看到的 牛肚不是甜口 白馅没加牛的 它这个应该叫半发面 我们在北方常吃的包子 北京济南 青岛 包括开封 类似的这种 所有大通馅的包子 都是全发面的 也是现出锅了 但是卤子好像不是太多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咬个口子 不多不多 不多不多 吃到嘴里面有卤汁的感觉 但是倒不出来 这是蒜汁 相对于普通的灌汤煲 这种灌姜煲 应该更符合包邮制衍的味道 还是有卤的 还是有卤的 我们买了50个 我觉得稍微因为买多了一点 又吃了羊肉串 猪肉大充限的 你说它和男方的小猫包一样吗 它也不一样 它里面没皮动 所以吃起来不会很利 服务员说了 一个男士的话 8到10个没问题 女士 小孩的话 6个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我们这会儿有点吃不下了 刚和排队的朋友聊天 他们说 这就是他们在烟台 从小吃到大的一道有名的小吃 好了好了 你们来 我们吃完了 慢走慢走 还有这么多人呢